说到民国88年的921 不但是百年来台湾最严重的地震 难以估算的损失跟灾情 更是很多台湾人心中 永远挥之不去的伤痛 但是你可知道 就位处镇央隔壁的松柏林 在那天崩地裂 天摇地动的当晚 却能够全身而退 躲过这场台湾百年史上的最大浩劫 究竟他就是锅公团 整个东西都会帮我们 我们这六成来都没什么事 你如果像南岛 鸡汁 重要就严重 真是不可思议的事 因为他在冬天那么大 从我家族外出的 那家庭已经倒下去了 结果是没关系 其实附近都很严重 我家庭的 然后还有评到石臭味 但是我们六成来 应该是说整个法国家庭 都平安无大事 天天仗的地方 我认为当时 登山会台湾 在我们头上 做一碗 我带到我们的行为 刚才到这家庭区 我做了 行为就不早就打住 不早就打住 我们正来那些生云 发觉到 颜色弄了 弄了就好说了 對,還有行為和航空在這裡 所以三百多年前就來這裡 對 這個操作也是達到現在的所在嗎 沒有,以前就算了 這是以前的算 對 那這間廟是幾年了 這間廟是因為改建了很多不同 由於在這段時間,在這段時間 還有強建法 由於在這段時間,我們爭的都沒有孫節 附近的住民都沒有大事,很便宜 我們以前學家的新規圖 都把它打開 打開的中間,我們爭的 沒有的孫節 這些工程衣服都滾出來了 還沒土就對了 沒有土 說到民國八十八年的九二一 不但是百年來台灣最嚴重的地震 難以估算的損失跟災情 更是很多台灣人心中 永遠揮之不去的傷痛 但是你可知道,就位處鎮央隔壁的松柏里 在那天崩地裂,天搖地動的當晚 卻能夠全身而退 躲過這場台灣白年史上的最大浩劫 酒汁就是炸工湯 整個都喜歡他幫我們湯 我們這裡六成來都沒有事 你如果像南島,孫節,重要就嚴重 真的是不可惜他的事 因為他在那裡那麼大 我早到外面出的 那裡的房子都倒下去 結果是不嚴重 其實附近都很嚴重 我家裡的,然後還有噴到石臭味 但是我們六成來 應該是說整個北瓜山莓都平安無事 但是我們去廟裡看的時候 廟裡的條其實是不客氣的 它的結構有受損得非常嚴重 就會覺得說這是炸工幫我們扛下 可以安然度過這場災難 不只讓松柏嶺的居民滿心感謝 更讓地方對上帝公的信仰更加的堅定 但受天公在歷經921大地震之後 卻不幸在隔年的大火複製一具了 所以現今受天公所看到的廟體 除了歷經多次的重建 目前僅剩的古物 就是內殿道光年間的石爐 還有一對光緒時期所留下來的燭台 但其中最為最為寶貴的 莫過於眼前這一間 由防彈玻璃正守的神房 因為裡面不但是戒備森嚴 更是整個受天公裡頭 最高核心的神聖領域 我們紀念來到現在這個什麼地方 這是… 這是修天公的… 內殿… 對… 非常神聖的地方 其實我們剛才要進來的時候 我們還在身體外面 整個辛苦都要經過了 對… 所以你看這個所在的磁場很好 我現在… 當然… 整個氣場都不一樣 我… 開始得起來了 我也是吃飯在那裡 我才會吃到這個心飯 真的啊… 真的是… 我們共同的第一次 真的… 對… 非常麻煩 所以我想要跟你問 我們修天公的 煮水是我們鐳鴨公 對… 我禮拜裡面 我有看那麼多鐳鴨公 對… 我們應該要怎麼分 鐳鴨公是鐳鴨公 我們修天公 是… 大鐳鴨、二鐳鴨、三鐳鴨 都是我們的主持 喔… 是… 那鐳鴨是我們一鐳鴨 鐳鴨是我們這鐳鴨鴨 三鐳鴨 大鐳鴨鴨鴨 對… 對… 在這裡可能要跟你們改成 我們相不夠 Fill 我們卸二鐳鴨鴨鴨 最後是正碑有一天 那盲鴨鴨 壯住 照片阿嬨鴨! 正碑而已 耍電話的 對… 要好好說的那個 你在我們的身上 在我們的身上 我想說這種特殊情感 它特別的地方是 它已經整百年了 可是跟我們一起說 我就連結了 它不是整百年 它是三百年 三百年 三百年 我們的大地呢 大地是哪一組 我們大地是一組 好 跟過去一組 對 大地的說是沒有手 對 因為 也不是說 所有大地的說都沒有 有時候我們設定這個 大地的說是 因為當初是要貼上 身上的身上 這個是剛才說 自己化身體 他要貼上什麼 春秋 什麼形狀 這都是 剛才說當初是 他化身體 都可以貼上來 這是很特別的地方 對… 松柏林雖然不是 台灣最古老的 學天上帝廟 但是它絕對 會是台灣地理最好的 一般呢就是大家 公認它叫做龍蝦建江 松柏林底 前面你可以看到的 佐水溪 或者是其他的 這些小河流 就像這個龍蝦的 觸鬚這樣 它是一個非常活絡的格局 那前面又有很大的平原 就所謂的明堂 非常的開闊 那左右兩邊 又都是平原 所以這樣的地理 是別的地方找不到的 也就是全台唯一的 作用絕佳地理格局的 壽天宮 除了是公認的風水堡地 松柳遠眺 更是南投著名的八景之一 但是您可知道 壽天宮除了群山環繞 視野遼闊 廟提許多巧思 更是獨舞術一格 不但巧妙將地方的產業 融入其中 似乎也透露著茶葉 和上帝宮之間 有一股密不可分的關聯性 老大哥 你好 你好 怎麼稱呼您 我叫陳錦昌 陳大哥 我很問一下 我第一次看到 這是拜茶葉嗎 因為我們通常都是拜園 就是可能是水果啦 或是一些食物 但是... 有點點心 也看人家看是說 都農茶葉 對 那拜茶葉 是有什麼樣的意義嗎 因為我們雙部靈 今天台灣黑龍地的發電 都是尚天宮的神殿上帝的秘銀 是 因為它的相互訂勝後 帶動人潮 帶動人潮後 就讓地方的經濟發電 像我小時候 這裡都沒電沒水了 所以說有這個地方 讓這個經濟發電起來 大家可以去家裡開車 所以我說 我認為說 要懂得感恩的心 想說我們就組織一個團隊 想說團結才有力量 所以用這個角度來去 用茶 百思 茶葉 來祭拜賢年上帝 要感恩 說這麼多年 對我們的照顧 讓地方的人都很平安 甚至說 我拜這個茶的時候 也希望說 茶是一個很好的東西 就是說 最重要 讓人喝後 會成功 對身體會比較好 是 如果照這個方式 讓茶公來加湯 然後可以喝 平安 還可以大攤子 這樣也很好啦 可是你們有沒有發現 一個很特別的 就是 這個是柿子對不對 對 所以它是一個裝飾品嗎 還是說裡面是要裝茶葉 因為我們拜完之後 我就會把茶葉放在裡面 就是人家說的長茶轉運 長茶轉運就是 它是事事如玉嘛 你把長茶轉運之後 轉到事事如玉 像這些茶叢 都是茶叢指定的嗎 對 因為我剛來拜拜的時候 那時候我希望說 我們那個生心 是 就問說 他要什麼茶 開菜單 對 開菜單 要用拐筷 用拐筷 我都用拐筷 他只是幾斤 什麼茶 我就要拜幾種這樣 在小島上 有一場這麼重要的盛行 這真的就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 這真的就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 三張千元贏起來 不是叫自己的好 都是叫百人的好 我覺得我跟媽比答應的事 就一定要做到